那之前呢就是我们有提到说 就是Prokofiev呢 他的音乐在当时的那个俄国音乐 基本上就是被当作一个非常前卫 然后非常奇怪的一个怪咖 但其实他自己本身对那个 就是传统的古典音乐的曲式 还是有点尊重的 就是他觉得传统古典音乐曲式 其实还是有他的逻辑和完整性 只是他自己更相信他对音乐的直觉 所以就有时候他会为了要写出 他心目中理想的音乐 就不一定会照着传统的曲式写 那这一点呢 其实可以从他的钢琴协奏曲里面 就听得出来 就是一般的钢琴协奏曲 通常都是三个乐章 可是Prokofiev他的第一号 钢琴协奏曲只有一个乐章 那他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呢 就写了四个乐章 那他在第一号钢琴协奏曲里面呢 就是已经有用了很多 就是很大胆的和声 然后展现出 就是他自己一个非常独特 然后非常创新的一个风格 那他在第二号钢琴协奏曲里面呢 更是试图用音乐 去激起就是人心中 更深沉更黑暗的那个感觉 那第二号钢琴协奏曲 他的第一乐章一开始呢 是由钢琴诅咒 然后乐团伴奏 然后演奏出一个就是线条很长 然后听起来有点阴暗的一个旋律 那在这里呢 音乐就是有制造出一种 就是非常辽阔的空间感 就在听的时候呢 会有那种就是一个人置身在一个 就是一望无际 然后什么都没有的荒原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呢 会出现一个就是跟这个阴暗的旋律 个性完全相反的一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呢 听起来就是带有那种 讽刺跟戏虐的色彩 然后节奏感非常的强烈 那在这之后呢 我们会再听到一次 就是开头那个非常阴暗的旋律 可是在这里呢 这个旋律就是完全是由钢琴读奏 没有乐团伴奏 所以可以说其实这个乐章 它的在线部 就是由一个钢琴的华彩乐段 就是Cadenza展开的 这个Cadenza的音乐呢 之后就是会慢慢的一直扩大 然后情绪一层一层的叠上去 然后慢慢的累积到一个爆点的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刺耳的剪和弦之后呢 乐团才会再接着下去 在这个乐章的最后面呢 我们可以再听到一次 就是开头那个 就是非常阴暗的旋律 可是在这里呢 那个阴暗的旋律听起来 比较像是开头那个旋律 它的一个回音或者是幻影 那之后呢音乐会慢慢的渐小 那就很像是这个像鬼魅一样的幻影呢 逐渐的消失在这个激进的黑暗中 这首钢琴协奏曲它的第二乐章呢 是一个无穷动的挥鞋曲 然后听起来非常的像极管强 从头到尾大概才不到三分钟而已 那通常在这样子 这么一个急触的乐章之后呢 一般的作曲家都会写一个 就是比较缓和 然后比较抒情一点的漫漫乐章 可是Prokofiev在这里呢 反而是写了一个就是速度比较快 然后带有威胁性 非常怪诞的一个进行曲 作为它的第三乐章 那这首曲的第四乐章呢 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快版 就是在乐章的一开始呢 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混乱疯狂 然后之后呢 才会出现一个就是比较平静 然后比较抒情的一个旋律 这个乐章的后面呢 也会出现一个钢琴的华彩乐端 那华彩乐端的音乐呢 基本上就是以这个抒情的主题 作为动机 然后再去做一个 就是比较扭曲的一个变奏 这首钢琴协奏曲呢 是Prokofiev提现给他 在圣彼得保音乐院的一个朋友 Maximilian Schmidhoff 这个朋友呢 也是当初就是Prokofiev在完成 这个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之后 第一批听到这个新作品的人之一 那当时他这个朋友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钢琴协奏曲 他的第三乐章 还有第一乐章的那个华彩乐端 后来很不幸的就是 这个朋友他因为债务的问题 所以就自杀了 那Prokofiev呢 为了要纪念他们两个之间的友情 所以就把这首钢琴协奏曲提现给他 那另外还有就是 其实这首钢琴协奏曲 他的原稿呢 在俄国革命的时候 已经被销毁了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听到的 这个版本呢 是Prokofiev他在巴黎的时候 才又重新写的 我是钢琴家林姿音 我在中华电信MOD月明199